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约佛的时候 你很恭敬地跑到前面 发了愿 一方面念 或者不会念的 你听着耳朵里听着 假定能够如法的原念最好 否则你成真心心地 一心也意自称恭敬的 我今天来约佛 这样就可以 咬一瓢 然后在那个佛的身上 或者顶上 或者手上 这身上哪里 把它灌下去就可以 一瓢就可以 不要等一下 那时候说 都要几下 供的增长 这个 这时候你的内心的意乐非常重要 我想我们大家学佛很清楚这一点 结果你供的增长 后面一大多人排在这里 这影响旁人 然后你的瞬间供的 抵消了很多 我还不来 所以 照着方法去做 总没错 你咬了以后 一瓢这样就可以 不要太快 留一点点 放在那个手掌心里面 另外一个手掌 放在 然后呢 你把那个瓢 放下来 放下来 大概有稍微 有一点点喝下去 那是三宝 始终加持着干落水 净化你身心的 净化 整个的净化 完了以后呢 那两个手 搓一搓 因为有的时候不搓 它还蛮多 那个水会滴下来 搓一搓大概不会 所以手掌射了以后呢 加持那个头顶 然后呢 再加持那个喉咙 再加持那个胸口 那就是让 始终 那个干落水 加持我们的 生 雨 液 因为我们造的液 作的都是这个善液 那么祈求着 这个 干落发水加持 外面有这样的加持 我们自己的努力的话 我们比较 容易进出我们的罪障 集结我们的功德 那这样起来 好就让开 那最后大家做一个回向